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 这个这是个小细节 但是呢 暴露出了我们的这个心态的问题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门球啊 非常简单一个小细节 好球穿给小马 好停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很多人的接球位置呢 就出现了问题 首先胖子你应该在哪接球 你应该更拉边一点 对吗 你看胖子现在的位置 就离对方的对方的这个胖子就很近 你拿了球的时候 对方的上抢时间就会很短 对吗 第二好这是老蔡沉到了中路去接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老蔡你在接球的时候的接球姿态有问题 你是完全背对着自己的右边 你根本不知道呢 身后的情况是什么样 这也导致你拿球的时候 其实后面没有人逼你的时候 你也会很慌张 这时候你应该相对有点侧身 半侧身的 至少去能够去观察到自己身后的情况 那么 这两个人的接球位置出现了问题之后 好小马 就给了老蔡 我们看到 老蔡是一个 完全看着球的状态 他不知道身后有什么情况 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提前观察过 那么他拿球顺势往右边领过来 那么右边的张凯伦 是有机会拿到球的 对方这边 我们看到这个途中 他们已经有四个防守队员了 对吗 你就意味着他们在其他位置只有两个人 只有两个 其他位置只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 他们要防张凯伦和长青 那如果张凯伦拿到球的话 能够把球给到长青 长青那里就是一个一打一的机会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但是老蔡并没有看到这个点 他接到球 接球前没有做好准备 当对方上抢上来的时候 他不敢去向身后转身 那这个时候如果 如果做好准备了 他就会有一个向身后转身 把球给了张凯伦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张凯伦这里是非常空旷的 拿到球之后 他是有机会把球上给长青的 但是这个球最后变成了一脚解尾 老蔡慌乱之中挥传给了小马 然后变成一脚解尾 当然这也可以归结为呢 开场的紧张 丢球之后的慌乱 这个状态的发懵 我们比赛中可能如果从容一点 可能这些问题就会解决掉 但是呢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说他打后腰的位置 必须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拿球之前 你既然回撤去拿球了 那你在回撤的时候就要回头去看一眼 因为你作为一个后腰来讲 你拿到球之后的第一想法 并不是向前传威胁球 而是想考虑到把球调动 把空间即可能大的利用上 能调边换边就先换边 然后拿了球的时候 发现中路对方有披露 再考虑传直传 对吗 但是老蔡呢 这个球呢 就是身体状态 身体这个姿态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没有及时的发现右路的空位 好